今天来到嘉宜 我们要带你来一个小小的美食之旅 吃一些同板价的现代年轻人的烧烤店 小午茶 请我的走礼带我去吃几家好吃的 你有什么推荐呢 我觉得嘉宜市的阿玲煎饺还不错 因为它不是只有卖煎饺 口味还蛮多 它有卖羹面啊 有煎饺有水饺 这个场地呢 干净的 它用小菜一个就是35块钱 我们今天一家三口 吃了这么多 才240 才不到美金10块钱呢 所以 我说我们在中南路啊 这样子的烧热 是很开心 这家店它是在嘉宜公园的旁边 包括当地人 来这边旅行的人 应该路过都会来这边吃的 主要是它的勾贴 质感非常的好 勾贴10个发售饺 然后它也有一般的羊春面 牛肉汤面 牛肉面 那你也太不诚意了吧 你要请我吃同板教 我今天想要吃高级的可以吗 没问题 你要吃高级的也有 我可以介绍嘉宜市的那个 关东烧肉 好 我们跳去吃一下 好 走 这是你第一次了 第一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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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要那个可以 一关东什么烧肉 关东烧肉 对 一关东烧肉我们在这边 要让它来全程 帮我们和我们 那什么东西啊 一堆盐 我们吃完回来了 这个关东我发现很好耶 它还有私人停车场 而且它里面的服务啊 各方面啊 都是一对一的 等于说我们那一桌 都有点像是铁板烧方式的 那个滤网啊 对 既然我们吃一顿半 它要换到二十几个 你可以想像吗 它这一家店好像 属于比较年轻人的一个趣事 对 它连做烧肉 它还可以做成个吧台一样 所以这个好像是dating spot 好像就是如果是 你要去谈恋爱 是很久的时间 还有限定时间 所以你可以在里面慢慢享用 好像还有云林的斗六 还有彰化的云林 都有店是不是 对 没错 然后它在嘉宜市 还有做火锅 在嘉宜非常有名的室物丸 是做日本的寿司 日本料理的 做的真的是非常的热门 火热 所以等于是在嘉宜成功的店 对 没错 刚去吃的时候 我还看到有包厢 它有大型的包厢 我们自己本身都做在小型的包厢 它有是吧台 外面都是酒吧 所以它里面卖酒的品种 还相对蛮多的耶 对 我有看到好像有红酒 也有卖清酒 环境很适合我们 因为它服务你也慢慢烤 我们就是边吃边喝点小酒 我觉得是蛮不错的 非常好 对 所以有时候吃个半饱去 也OK啦 因为它那个有单点 也有套餐 它套餐好像从1980到1280都有 甚至你要点个人的套餐 像海鲜套餐 今天有吃海鲜 海鲜都蛮大颗 分量 我觉得是适中的 如果是女孩子吃 可能会刚刚好 如果男生吃的话 或许还要再多加一些单点才可以 那刚刚我吃了墨鱼香肠 我这辈子还没吃过什么墨鱼香肠 它有加花枝 花枝非鱼卵 我强烈推荐 这两样真的是很好吃的 你吃完回来 你看我们现在身上好像没什么味道 对 对这个部分很特别 它就是排油烟的部分做得非常的好 对它吸力很强 我感觉这些服务人员都是有受训过的 它在烤盘上面烤完之后 它呈现给我们在小盘子里面 都是美美的耶 最后它还给我们个甜点 我们有点甜点 地瓜还蛮搞刚的 在那边烤好久 它就单单服务我一个人 就花30分钟 那我就想说 这划算吗 服务就是以对一的方式做服务的 这一次感谢你啊 不会不会应该的 以后有空多来 我当然要常来啊 再来我还要喝下午茶 你觉得还有什么地方 可以往美打卡进地方去 有 我们就可以去看看另外一个 喝下午茶的地方 往美打卡几点 泰勒瓦咖啡厅 走 走 跳过去 这个地方竟然是在嘉义的东区 它坐落在一个小巷子里面 竟然有这样子的别墅区耶 旁边还有一个咖啡馆 是蛮现代化的喔 所以我们就在这里结尾了 我们就到里面去喝个咖啡咯 下回见了 拜拜 拜拜